乐城宫妈祖绕境活动行进116个村里 今年第一站就选在乌日武恩圣宫来住驾 宫庙主委潘玄恩表示是相当荣幸 三年前武恩德财神庙在艾雷亚入伙安座 为地方礼民来服务 这回接驾汉兮妈祖 期望让更多的民众认识天官武路财神的信仰文化 汉兮妈祖绕境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信徒参与 用双脚行走台中感受土地最局部的地方人文 而今年妈祖住驾的第一站就选在乌日武恩圣宫 很有这个荣幸 然后在我们这个所谓地名叫做乌尼亚 这个增讨 那我们的武恩圣宫刚好在这个 三年前刚好在入伙安座在这边 那刚好可能也是神与神之间缘分的这个签系 然后来造就这次的缘分的开始 在这个荣幸的时间 就会来祝贾在乌日武恩圣宫 非常欢迎 我们这种违神 我们在200年一回 第一回来武恩圣宫 来这里拜妈祖 救财神 让大家大富财 我好期待喔 因为没有活过200年 碰到200年的盛世 真的是好期待喔 乌日的武恩圣宫在三年前建庙 主神为武恩德财神爷 在每个月的第二周和第四周的礼拜五晚上 宫庙会恭请神尊降丸 为信众支点迷津 乌日的武恩圣宫 我们是供奉着这个天官武路财神 武恩德财神 那他的这个灵也是来自于这个西安州制的一个 灶带村 那也透过我们这个武恩圣宫 每个月所办理的这个福兰祭祀的过程当中 那有来特别介绍 他这个领的历史 有3000多年的这个一个历史 那我们武恩圣宫 武恩德财神 他主要是推崇的是以道德经为主轴 另外为了满足信徒的各种需求 宫庙主委潘学恩 特别从大陆西安带回八样的招财法器 设置了八种功能的招财灯 这回汉西妈祖照进住假 也将有助于参与信徒 了解台中各地宫庙的文化特色 VTV中新闻林宗采访报道